好,3,2,1 好,那如果说你要用那个变数 我们这边资料这里你可以做一个变数 那变数呢,你就随便给他一个名字 好,我就把它叫做赫子 好,那赫子这个数字 它只要你有设定变数 它变数就会出现在画面上 那如果你不想它显示,就把勾勾拿掉 好,所以这样是可以显示的 那显示有什么好处呢 我今天,如果你有触控萤幕 你用这个就会很好玩 就是你在上面按右键 然后这边有一个滑杆 请你把它选成滑杆 选成滑杆 然后再按一次,右键 然后设定最小值跟最大值 好,那假设最小值 今天我们人的耳朵可以听到 假设是20 好,然后最大值呢 假设是2万 我也假设这个风银器好到 可以发出这个范围的所有的频率 那你就按确定 那你看哦 好,当我调这个的时候 有没有 我就可以用这个来做调整 好,那要做什么呢 我就让它发出这个频率的声音 好,所以你呢 我就让它一直发出声音嘛 最简单 可是这个发出声音的频率 我直接用变数来取代 好,就把它放进来 这样各位懂我意思吗 所以当我按律期的时候 它就一直发出声音 那发出声音 每次发出声音的时候 它会去看 看这个HD 它的数字是多少 它就发那个频率的声音 这样懂我意思哦 好,所以 现在是20,声音很低 好,然后我调哦 有吗,听到哦 我滑鼠一到哪里 它就发出那个频率的声音的高低音 好 好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很容易的去决定它的频率的高低音 然后我要偷讲一下 如果你要自己做一个 比如说 鼻子还是什么 没有人 没有 题目没有这个哦 7月份比赛可以考虑 你可以用 这不是有个滑感吗 滑感等一下我会讲 怎样数字进去 你可以让它 比如说 调在这里就是多 调在这里就是Rae 你就把它拿 当那个笛子 或者小喇叭 应该是小喇叭 比较像 小喇叭 这样吹 然后你要吹 对不对 然后你吹麦克风的时候 声音大于某一个数字 它才去发 发出这个声音的高低 这样它就是一支小喇叭 这样懂我的意思哦 这还没有人做哦 好 那所以呢 你到时候就会用其他的输入 好 我们先让各位练习一下 这个变数怎么丢进来 然后等一下 我们再讲其他的输入的部分 来还给各位